欧战场珠洋变色 普丁这下真的麻烦大的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 这是非常关键的 上个月还亲自开车 载着他口中最亲爱的朋友 印度总理莫迪来访 结果莫迪见风转舵 跑去立体乌克兰了 战场珠洋变色 真的起风了吗 另外一个麻烦是 他北韩的兄弟金正恩 麻烦赚到辉啊 今天38度线又跑了一个 投奔南韩去了 更糗的是 加拿大工程师 偷接画面通通录下来 完整曝光了北韩电视节目 平壤视频看的 就是您现在在看的 全球一阵惊呆 一秒倒退50年 孤立无援的普丁 等不到金正恩 等不到他的莫迪兄弟 传出他现在被逼急了 准备跟你鱼死网破 用核武弹头瞄准欧洲 32处目标 马老师 这下怎么得了呢 俄乌战争 原本歹系脱膨 没想到最近 巨律万金 直转而下 现在大家就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 乌军会不会进攻 莫斯科 第二个 普丁会不会末日来了 第三个 普丁会不会最后 用核弹 来拯救俄罗斯 拯救他自己 第三个最可怕 核日 核弹 核弹 这不是我在那边 为你首尾 英国金融时报昨天说 对 俄罗斯核弹 瞄准了欧洲 52个目标 德国 昨天表态 是 我暂时停止 军援乌克兰 你核弹说要打 不要第一个打我 德国 我不激怒普丁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好 急转直下 最大的关键是 世界上 两大 人口最多的国家 昨天同时做出了 让人担忧的反应 什么反应 谁 一个是印度 一个中国大陆 是 这两个 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 他们对 俄武战争的态度 自为关键 好 第一个 我先讲 这个莫迪 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居然在昨天宣布 他要在这个月 亲自去基辅 拜访 德伦斯基 国事访问 来来去去 怎么了吗 你开玩笑 莫迪跟普丁 是哥们 是拜法的交亭 这时候 连拜法交亭 在你关键的时候 结果眼神 踩你一脚 这是多元的事情 各位 莫迪在上个礼拜 上个月 才刚去莫斯科 是 拜访了普丁 对 你看两个人 我告诉你 两个人抹击到什么程度 你看看 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不是握手 一般都是握手 对不对 对 他们是用抱的 领导人跟领导人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用抱的 你看看 抱的时候 他跟他讲了一句 最亲爱的朋友 万一你 对 觉得你在这时候 给我送卵 是 你看又抱 一抱 二抱 三抱 哪有两个人 一只熊抱 普丁亲自驾的电动高尔夫球车 是 带着莫迪去参观 你看 哦 普丁亲自驾车 是 带着莫迪哦 对 他没有让什么四位保镖随同带哦 亲自带 表示说我是你八弟 对 好 两个人上个月 才这么亲密过 莫迪居然在普丁正焦头烂额的时候 高调宣布 各位 我要去基普访问 拜访这段时期 你没有帮我就算了 你还去力挺乌克兰 我跟你讲 其实他们两个是生命共同体 我就要跟你讲 印度的军火 主要是俄罗斯供应的 是 好 那 印度在全球制裁的时候 他买俄罗斯的石油 对 好 来 我跟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 印度空军最近在一次演习 他们展示了俄罗斯的薩姆400 是 反过随感在演习哦 对 你知道他们假想敌 假想敌是什么 中国 中共的飞机 而且他在模拟试验里面 他把大部分中国飞机都打下来 这都不可思议啊 对 用以色恩 用俄罗斯的S400去打 解放军的飞机 去打解放军的飞机 你看多不可思议 但是也代表 印度对俄罗斯依赖很深 是 好 这是印度 我再讲一下 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家影响 中国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我问你 他的总理比强 现在人在哪里 在哪里 在莫斯科 这个就政治正确了 不是 他也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他从昨天出发 今天在莫斯科 他除了去俄罗斯 他还要去哪里 去哪里 他要去白俄罗斯 两个俄罗斯最大的 左膀右背 对 这时候去什么 去送卵 去送卵 所以两个国家都在 昨天同时做了一个 重大的动作 代表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方 好 那 现在 俄乌战争 已经到了一个 太恐怖的地方 为什么太恐怖 俄军居然挡不住 乌军的前进 乌军再占领150平方公 再占领100 那马老师他现在占领多少 超过1000平方公 哇 才两三个礼拜 他去莫斯科 只有300多公里了 一下子就打到莫斯科去 好 我跟大家讲 现在你在打莫斯科 这么紧急的时候 我刚才讲 英国金融时报公布 欧洲32处 已被二核弹瞄准 这件事情严重了 严重了 我告诉你 而且 他算拿机密文件 德国宣布 不再暂时停止 军援乌克兰 俄罗斯 你如果要瞄准 32处 请把德国拿掉 瞄准我的那个拿掉 对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好 现在所有北约都认为 你如果把普丁 逼得太极 普丁一定会用核弹 但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国家是说 你捞肿 你为什么不打肥弹 你赶快打核弹 你打打谁 谁一直挑衅 美国 美国希望俄罗斯 你动用核弹 我就把你普丁 俄罗斯给灭掉 我才有出口的量 所以美国跟北约 是完全两个态度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说是美国 各位看 乌军长驱直入 为什么长驱直入 现在消息来了 美国的间谍卫星跟情报 全部告诉乌军 你要到哪里去打 哪个地方 他防守最薄弱 你从哪里进攻 还有乌军线 炸三个大桥 为什么还可以 炸三个大桥 美国告诉你说 俄军阵援部队从这里来 你把这个炸掉 从那里炸掉 所以美国的卫星 当他的眼目 让他精准打击 可是精准打击的背后 你说是美国 全部是美国 第一个 美国的情报 让乌军长驱直入 战争什么 第二个 乌军线最厉害的进攻武器 俄罗斯挡不住 一个是海马斯飞弹 第二个是赤真飞弹 第三个 美国跟德国的坦克 德国害怕就是 这一次乌军 不但用美国坦克 还用德国坦克 攻进俄罗斯境内 所以核弹打 一定先打德国 现在美国就是 你去打莫斯科 让普丁打核弹 他打核弹 我就把它消灭掉 我就借口把它消灭掉 所以欧洲不需要你打核弹 美洲是需要你打核弹 好了 见普丁 捉襟见肘 白俄罗斯 本来以为要出兵的 不会出兵 他还有一个 就北韩 对 还有北韩 北韩 金正恩 因为金正恩最近才跟普丁签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对 共同防御条约 你挨打 我挺你 我们俩谁挨打 谁都要出拳 是 但北韩 本来是 那个普丁 救命的稻草 但我告诉你 金小棒聪明的要命 他绝对不会出拳的 他为什么 他要出拳 因为他自己内部的问题 太多了 这一出拳 万一他部队损失惨重 他怕美国跟韩国趁虚而入 或加重制裁 或者死亡太多 他的政权不保 我讲个政权不保 各位你知道 就在昨天 北韩一个中市 暴死越这个地雷 你知道他那个 南北韩交界的这个地方 两韩边境 那个守卫多深 也使他暴死 从这个地方脱北 死都要投奔自由 投奔自由 还没完 你说昨天 这个人投奔自由吗 我告诉你 前几天 还有一个 一次两个 从来没见过 还没完 这虽然是去年 十一月之间 但这两天 才爆出来 就是北韩 住的古巴的外交官 居然也 从古巴脱逃到南韩 又一个外交官跑了 我告诉你 这是2016年 是 英国的副大使 对 脱逃之后 最大的一宗事件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52岁的李逸奎 他是北韩的古巴 他对古巴有多了解 他的任务就是 因为他对古巴 他了解 他的任务是什么 劝说古巴 绝对不要跟南韩建交 所以古巴跟南韩 一直没有建交 我告诉各位 一个影响多大 他投奔自由到南韩之后 三个月 古巴宣布跟南韩建交 一个人可以影响 一个国家到这个程度 知道金正恩 对他这个投奔 有多生气 好 金正恩真正在意 还有一件事情 就加拿大的一个工程师 他喜欢自己装天线 去收看各种各种节目 有一天他把天线打开 收看居然是北韩节目 北韩节目 他觉得太有趣了 他觉得北韩的节目 都是50年前节目 全部内容都是在 赞扬金正恩有多伟大 然后民众看到金正恩 激动到流眼泪哭出来 然后他就把这个加拿大 就把北韩节目 放在这个YouTube上面 哇 收视率暴增 因为大家平常看不到 北韩节目 大家跟着他一起看 北韩节目 他收视率暴增 更厉害的是什么 CNN跑去专访他 CNN跑去专访他 把他做这件事情 在CNN上一爆出来 对 这不得了 CNN一爆之后 他火红 所以大家都看到 原来北韩的电视 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说这个北韩怎么像邪教啊 哇 太有连带感了 怎么像我们50年前的样子一样啊 所以我们第一次 可以跟平壤市民 看一样的内容 可是你们外面 把我笑成这样子 金正恩不是气炸了吗 对 我刚刚讲了 北韩不出兵 对 白俄罗斯也不出兵 对 中国大陆绝对不能出兵 那孤立无援的普京怎么办 伊朗自顾不暇 是啊 所以他的左膀右背 目前都有问题 但是普丁只剩下一个 他最忠实的朋友 他最有力的武器 他还有招啊 这个东西 他在 注意哦 这是今年 今年放的影片哦 放给全世界看哦 亚斯 就是RS-24 洲际弹道导弹 各位知道这个 他这个是非成功哦 今年刚刚新影片哦 你晓得他的速度有多少 多快 20马克 哇 金银数你拦不到的 20马克 对不起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防空飞弹 可以把它拦下来 好 第二个 要注重 他飞行 飞多远 他的这个巡航半径 一万一千公里 这样可以打到哪 打到美国吗 可以打 直接打到美国 第三个 各位观众看这个影片 那个黑色的一点 一点什么东西 多弹头 哦 他 所以他有三大优点 飞得快 你打不到 飞得远 他会攻击 所有想攻击的目标 然后 他是 多弹头 天女善花 啪一下打出去 这是普丁 终极武器 普丁是不敢用的 但是 你美国把他逼极了 逼他用 全世界倒霉 接着关注的是 乌俄战场 乌克兰 发动二战以来 对于俄罗斯 最大规模的入侵 过去两个星期之来 我们看到 如入无人之境 兵败如山倒的莫斯科 现在传出 极可能使出杀手剑 轻弹 要来扭转形式 哇 那非同小可 沙皇炸弹的噩梦 会不会接下来 重视在我们的眼前呢 而当我们全神贯注 在看到 乌军入侵的时候 注意美国的动作 战火已经延烧到北极了 美国把阿帕契 F35引擎战机 相继布防到这个地方 甚至完成了温差 100度的测试 人俊来告诉我们 他要做什么 美国在进行 一件从北极 双面夹击 俄罗斯的一个 密谋布局 把普丁给逼及了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 这次乌克兰居然派兵 就到了俄罗斯里面 而且你刚提到说 如露无人之境 感觉他不断的往前推进 居然这件事情 让北韩出手了 你知道吗 北韩很久没有 一段时间 去月上国际新闻 没想到他现在谴责乌克兰 甚至说什么 你知道 你乌克兰入侵俄罗斯 是不可原谅的恐怖行为 甚至最可怕的那一句 你知道吗 他说北韩将永远跟俄罗斯 不站在一起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如果今天真的俄罗斯有事情 那我北韩小老弟 可能不会袖手旁观 尤其乌克兰军队善用什么 你知道善用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所谓的高科技 也是透过精确的卫星导引 把这个炸弹精准投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乌克兰的空军航空部队 居然透过精准的空气 直接打到两座大桥 那以我们过去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要去轰炸 什么地方的时候 传统的你都还要不断的攻击 完了之后去校正 是 他没有 或者我们用安装炸药的方式 那但是你就必须深入敌境里面 结果你就要他就用 这所谓空头的方式 居然把他给炸了 而且这两座桥 有其重要性是因为 它是俄军重要的这个补给线 而且乌克兰方面已经讲说 他们会死守这个所谓的库斯克 甚至在这个地方建立军事指挥中心 所以他会在这个地方 先扎营 然后暂停在这里 还是会再往前推进 现在就成为外界 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我就好奇的是 大家也很好奇的是 过去这两个星期来 怎么可能让乌军如入无人之境 这个时候俄军怎么变得 这么肉肉咖呢 所以大家就质疑讲说 俄罗斯的这个士兵们 或者他的整个的部队 会不会因为长期 这个所谓战争的关系 已经失去了他们战斗的意识 甚至是什么你知道 连最基本的战长求生 都出现问题 你看在这个画面上面 俄罗斯士兵他们本来 你知道 他居然大意到把这个所谓的 反装甲的这个地雷 往旁边丢直 就这一丢过去之后 居然引爆了你知道 还好还好 因为在画面上面 事实上他还有能够行动 但问题是 如果你像这种战场意识 连地雷你就应该随便K 那你不炸死自己才怪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 俄罗斯在所谓的精准的 资讯掌握上面 我认为可能也出现落差 比如说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那个俄罗斯军队本来讲说 我告诉你 我抓到了这个所谓乌克兰军队 M200动的这个所谓的发射车 而且予以这个机会 结果没有想到 乌克兰方面说 对啦 对啦 你是机会的 但你知道吗 我那假的啦 他是用气球做出来的 一个伪装假的这个发射车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今天抓到你一个目标 我就炮击你 那我炮击的阵地 是不是就被暴露出 是 没错 所以我接下来 我就反过来抓你嘛 所以这个是冀中冀 迷中迷 所以延峻我就问 今天普丁 他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击 我们上期前跟大家讲过 一个很恐怖的选项 高尸飞弹 攜带核弹头 我的极音速飞弹 你拦都拦不住 我就毁灭你欧洲大陆 看谁怕谁 今天更恐怖了 居然还有一个选项 叫轻弹 你不要忘了 沙皇炸弹那个噩梦 鱼姬犹存 过去我们在看到 就是说现代化的战争 基本上都是走高科技 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 像什么极音速 这种告尸飞弹 大家就觉得说 他需要晶片导演 可是现在 因为俄罗斯经过 去攻打乌克兰之后 大家发现 他这所谓的高精密的武器 可能不如想象中的多 但是俄罗斯还有什么 俄罗斯还有传统型的武器 现在居然有物理学家建议说 说乌克兰军队不断的往前推进 那如果是你不阻断他的话 很有可能对普丁的政权 造成极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居然建议说 使用小型的清淡 对于乌克兰军队所会有可能进行 这个所谓战线补给的路线 你只要用这个所谓的 可控制型的这样一个爆炸当量 你可以造成人员的伤亡 但是所有的破坏又减到最小 居然开始建议普丁说 只用清淡了 这个太疯狂了 已经没报了吗 连清淡的选项 阻绝乌军的步步进逼 都能想出来 记不记得 我们给大家看过 他们连真空弹 已经有人道危机的真空弹 都丢下去 千方百计 就不让乌军继续步步进逼 比真空弹更狠的是清淡 都列入选项了 所以你看现在战争 老实讲都还比较重视人道 像你刚刚讲的真空弹 还有烧鱼弹这种东西 都比较禁止说 你用在战场上 对一般人员进行投资 但是你刚刚提到清淡 事实上俄罗斯在最早最有名的 叫做史上最强的清淡 就是你画面上面看到 这个叫做沙皇炸弹 那他那个时候研发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都觉得说 这么大颗你爆炸威力有多大 就他们在1961年10月30号的时候 居然在新地堡这个地方 进行释报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我们不是近距离拍 这不是电影特效 1961年的时候 没有这种电影特效 他那个时候展示出了 5000万吨的爆炸威力 那我们讲5000万吨 你看连在高空有没有 这个是高空飞机的视角 居然冲破了云层 迅撞云 对而且你看到 还不断地往上冲上去 事实上在这一次 这个5000万吨的 这样一个爆炸的威力 大家都会想到说 之前在日本 也不是二战的时候 被美国丢过两颗的 那两颗原子弹丢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丢一颗叫小男孩 他是这个所谓的 沙皇炸弹 居然是当时小男孩原子弹的 3800倍 另外一颗被戳到胖子的 这个原子弹 居然也是他的2300倍的 这样一个爆炸威力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个郡撞云 冲起来的高度有多少 你知道 他说当时在测试 在1000公里外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这个郡撞云 而且他那个郡撞云的高度 将近有64公里高 什么概念你知道 珠穆朗玛峰你知道很高了吧 他居然是珠穆朗玛峰的 高度的7倍 好可怕 足以灭绝人类社会的恶梦 会再来一次吗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俄罗斯真的觉得说 我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武器 去阻绝所有战场上可能发生的 对他产生的这个危机来讲 真的有可能用在所谓的 控制小当量吗 还是我就直接来一次歼灭掉 我觉得那就是外界 现在比较担忧的是 俄乌战场到最后会不会变成 一个屠杀的战场 好 人俊带我们看到的是 乌军步步进逼 催枯拉朽的同时 美国 美国居然把 阿帕西攻击直升机 F35引擎战机 通通布防到北极圈 他为什么跑到北极圈去点火呢 其实美国在过去的时候 在阿拉斯加这个地方 就有驻军 而且事实上他的驻军 都有在做基地的训练 不过他这一次特别是在 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叫 北极航空指挥部 也就是在北极这边相关的这些东西 都由这个指挥部来进行管理 所以他投射了 他投入了这样两个直升机 一个这样一个作战的能量 那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所谓的直升机 为什么 因为你一般做战斗机的话 你没有办法在定点的部分 进行垂直的这个起架 所以他其实透过这个阿帕西直升机 要做的叫做快速投射 也就是如果今天我需要运载人员的时候 我的人员也可以这样 再来就是说呢 以这个所谓的基地气候来讲 我如果需要在这个地方 做短暂的停留 甚至呢 我需要在原地干嘛的时候 直升机就可以达成这样 所以他这种所谓的协同投射的 这种所谓的战力啊 如果今天真的需要派出这个所谓的北极部队 进入到北极的时候 他的阿帕西也可以在空中进行所谓的掩护跟资源 所以就代表是美国现在已经看准了 北极可能接下来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好阿帕西是攻击直升机 他可以省去的需要跑道 跑道被炸掉的种种变因 我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他连最精锐的F35引擎战机 都不妨到基地圈来了呢 我认为对美国来讲 他事实上都会因应就是说战场状况 瞬息万变 那我今天讲说你要原地这个起降或干嘛的 那美国现在更思考的是 我要更快速的抵达到战场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北极基地这个地方啊 部署了所谓F35的这个战机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他们过去也在这个阿拉斯加这个地方进行起降 那被推测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有可能是要因应中国跟所谓俄罗斯啊 两个带来的这个潜在危险 美国还是希望在这个北极这个地方啊 占有他的所谓的军事的优势 那我问你啊 像这样的引擎战机 在一般的环境里面 他当然就呼啸来去 但如果要在极地生存 他有那么理所当然吗 所以其实美国对美国来讲 就F35的性能 我相信他一定有这个自己的自信心嘛 可是在极地气候里面啊 包含那个温度啊 很有可能啊 你在过去的时候啊 都不会设想到说我的这个战机 要长期住在那儿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们其实啊设计好几个 所谓的类似像风洞的这样一个实验室 你知道他们把F35的战机啊 直接开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 先进行所谓的低温测试 然后呢进行高温测试 甚至呢在极地气候里面啊 有可能遇到暴风雪啊或干嘛的 全部都让你做这样一个测试 你说又冰点以下 然后又火烤高温 冰火二重天的情况之下 那个温差不是将近100度了 你知道他们把这个啊 叫做麦金来的这个气象实验室里面 它的温度啊 可以从室内温度从80度啊 摄氏80度 直接降到所谓的零下40度耶 这个正步差是120度左右啊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极地测试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所有的基建啊 比如说像它上面如果都有一些锚钉啊或什么的 在热胀冷缩的状况之下 很有可能它的这个金属物件啊 甚至包含到它的仪器啊 产生物理疲乏的一个现象 那你想想看 如果它今天有这所谓物理疲乏的现象出现的时候 那飞行员开飞机在空中 很有可能会瞬间解体物 所以你知道吗 它们做的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什么 极地到一个程度 你可以你知道 它们在里面从晴空万里变成所谓的雷电风暴 都让飞机在模拟真实情况 你看那个上面全部布满了冰讯 结冰结冻了 那你想想看 它能够做这个冰讯完了 不是只把飞机做成冰棒啊 它一定会有接下来 它会有飞行员在里面 是要测试它 我发动机件是不是正常 我的所有的雷达 跟我的所有的这个直管通信的系统 是不是能够正常运作啊 冰火五重天的试炼 通过考验之后 F-35确实能够布防到极地 还没有完 美国看着你俄军现在 深陷俄乌战场 我要双线夹击来到极地点火 最后一里路 俄乌战场给我们最重要的体验是什么 最重要的示范是什么 通线 通讯 星链 多重要啊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F-35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实验室里面 我刚刚说它不是只 测试那个基建的东西啊 对 它还要去测试它的这个 所谓的直管通信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战机飞在空中啊 老实讲 如果没有雷达跟通信的导引啊 你就跟盲飞是一样的 你根本搞不清楚地面目标在哪里 美军也发现到 就是说网络现在都已经是 战场上面不可或缺的东西啊 所以SpaceX这个公司啊 他们其实为美军啊研发了一个 叫Starlink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你知道吗 他们在北极的时候啊 其实用了九个月来进行这个 所谓的军用级的测试喔 结果发现到在极低位的情况 你看喔 现在不是只有温度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风暴这样一直吹 虽然风有吹啊 但是呢 居然都没有倒 所以他们发现到说呢 部队在没有环境 没有这个网路环境的这个 偏远地区部署的时候 居然在十分钟之 你知道他们只要把这个 基地台的部分架设完成 只要发出任何的讯号 十分钟内呢 靠了空军就可以支援到这里了 这个太重要了 它的重要性来自于是 因为它北极航空指挥部 这边全部都成立了嘛 没错 所以当它这些都成立完了之后 把指管通信最重要的网路建立好 我跟你讲 对美军来讲 就变成战场就真的无国界啊 中东这一仗打不打得起来 关键就在今天的 以哈释放人质的谈判 我们告诉大家三个字 谈崩了 哈马斯不参加谈判 而预告伊朗准备要出手 报复攻击了吗 美国重磅警告 伊朗可以在两周之内 产制核弹所需的浓缩柚 这绝对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恶梦 也是美国的恶梦 这是伊朗最接近 可以制造核弹的一刻 以色列的摩萨德 该出动了吗 停火不成 战火将起 就像什么样战火 地狱火 地狱火 我为什么用这三个字 因为我在那边负责任地告诉所有观众 我认为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最接近世界大战的一次 你听我讲 第一个 停火不成 就是翻脸了 今天本来在卡达举行的停火协议签署 你知道出席人员这两个人就知道多重要了 中央情报局局长去参加了 摩萨德情报局局长去参加了 我从来没看过西方这两大情报局长都会参加了 结果哈马斯没来 最重要的反而缺席了 你不来我们停什么火 人质都在你手上 既然谈不拢 停火没成就要开火 我今天讲开火 大家都以为是伊朗 要打以色列了 联合多方一起打以色列 马老师这我们早就知道了 每天都在关注他的进度 我说的不是伊朗打以色列 我说的是以色列打伊朗 以色列打伊朗反过来了 如果以色列打伊朗 伊朗打以色列 我告诉你 中美俄都会绝进来 为什么绝进来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 就在今天停火星没穿 搭上Google去查 一个新的消息 今天爆出来 什么事 伊朗试验核弹雷管引爆 伊朗在秀Mustle核弹啊 不是 好 我来跟大家讲 这个雷管是引爆 这是什么东西呢 你要做核弹 攻击要三个重要东西 第一个 什么东西 就是高浓度的龙缩钮 是 伊朗有没有龙缩钮 有 而且储存到 可以做很多颗核弹的龙缩钮 是 第二个 就是要引爆核弹的雷管 是 你要是能够龙缩钮 还要去把它引爆 这是高科技 对 你要是引爆 砰它就会爆了 是 所以伊朗这一部分还没有 它现在消息出来 它在引爆雷管 第三个 就是要搭载核弹头的飞弹装置 是 伊朗有没有 有 我告诉各位 伊朗在今年 把一个卫星送上太空 震惊了全世界 是 你知道送上太空是什么意思 就是卫星啊 不是 它有火箭 要吧 卫星上它有火箭 弹道飞弹 代表它有洲际弹道飞弹的能力了 是 好 你现在有龙缩钮 有弹道飞弹的能力 只差一个雷管 雷管 现在传出 它在试验雷管 布林肯自己说 伊朗在一到两周之内 就可以放出核弹的裂变物质 所以它就有核弹的能力了 好 各位观众 我真的给你讲 以色列只有一个信条 伊朗绝对不能有核弹 你有 我就打 因为以色列太小了 是 你两颗肥弹就把我以色列吹 就灭国了 就灭国了 所以我绝对不去 在这个结果眼上传出 伊朗将生产核弹 不是你打我了 我一定要摧毁你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故事 各位这张照片太经典了 一定要到YouTube 或Google上去看 这以色列组织拉坛雅胡 他在发布一个记者会 这照片不是一张 我们只能摆一张 各位去看 很多张 是 他在绣什么东西 绣天下第一绝密案件 2016年 美英中俄法德六国 跟伊朗签了一个协议 伊朗说我不要核弹 那六国就说 那我就不经济制裁一点 说反正签好了 以色列根本不相信伊朗 签了诚意 就派摩萨特在那边蹲点 蹲两年 是 看你有没有在做核弹 有没有乖乖的 禁用核武 他们就发觉到 伊朗有个神秘的小屋 那个神秘小屋 保护了严密 然后都 资料都往里面用 我告诉你 里面全是伊朗核弹的资料 还真的耍阴的 以色列摩萨特多厉害 他把全屋子 他不是偷一两件关键的 你去都偷一两件关键吧 他把全屋子 十一万份的文件 你知道重量有多少 半顿 半顿搬家公司都要搬老半天 你在德黑兰的眼皮子底下 把几顿重的东西搬空 十一万份的文件 183张光碟 全部搬空 搬空之后 伊朗人还不晓得 伊朗人看到 这个纳坦雅胡 把他们核弹的绝密资料 全部在电视上公布的时候 他都开记者会了 他才知道 那不是我们的东西吗 赶快去查 搬空了 空了 摩萨特真厉害 太厉害了 我告诉你 因此 以色列把这资料送去国际 核原子人总部 送去六国 他又开始制裁伊朗 我告诉各位 到今天 以色列把它列为绝密 完全没有公布 他是怎么把它搬空的 对 他到底怎么摸进去 我跟你讲 好厉害 这真的太厉害 本来第一大迷失摩萨特 跑去偷幻象的 整个建造资料 是 法国人知道以色列要偷 就放在电脑里面 用土挡 全部用土挡 是 就有一天 法国人打在窗户一看 不见了 土挡全部不见 神偷啊 你看摩萨特多厉害 所以 今天 伊朗 要做核弹 世界大战 点燃了 好 点燃之后 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伊朗 秀了一个新武器 这什么武器 这个是高爆弹弹头 然后又不能够它低飞 不能够的巡异飞弹 就不好侦测到它 我告诉你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去打美军的舰艇 它是杀舰的杀手 它先特别公布 第二个 它如果可以飞到2000公里 它就可以直接攻击 打到以色列 以色列去了 好 那为什么突然伊朗 可以公布这个东西呢 新的巡异飞弹 人家认为 居然认为 北韩交它的 这是北韩交的技术 对 因为北韩的舰11跟舰12 都有1500公里以上的能力 这个跟舰10长得很像 所以第一个 各位听清楚了 如果这真的是北韩交的 我们听到 伊朗跟北韩已经联手了 听清楚联手了 为什么伊朗今天公布这个之后 让人很心惊胆战 因为北韩你不要看它穷困 它的舰12有多厉害你知道吗 我刚刚讲了 它不可侦测 为什么不可侦测 哪有什么飞弹是不可侦测 第一个它飞得很低 我刚刚讲它低飞 第二个它会变轨 又低飞又变轨 又低飞又变轨 它飞起来的时候 它在中间会变轨 不是直飞的 它是八字形飞的 所以你侦测不到它的轨迹 你侦测不到它的轨迹 它变轨飞 不直飞 然后它又低飞 所以美国的军舰 最害怕的就是它的舰12 舰12取义飞弹 因此如果伊朗有了 那就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好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 美国现在在拉拢伊朗 安抚它 摸摸头你不要动 但是居然列个拳头 就一直打湖赛 老大都不动了 但打老二 我告诉各位 昨天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两大神器出动 大黄蜂 配咆哮者 一起出动 咆哮者 大黄蜂跟咆哮者 你一出动 对不起 天下无敌 把湖赛的两艘船 给打沉了 那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要签停火协议 你出手去把小弟教训了一下 你说伊朗怎么会甘心呢 会不会就打了呀 好了 伊朗要建核武 才真正世界大战的点火线 但世界大战 只有伊朗跟北韩联手 没有用嘛 好 各位关键来看这个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宣布 伊朗跟俄罗斯即将签订 战略伙伴合作协议 什么叫战略伙伴你知道 就是有人打你 我就要打你 有人打我你就要打我 就双方正式军事同盟 对 这就不得了了 对 所以俄罗斯在结果上 决定跟伊朗军事同盟 你看伊朗俄罗斯 如果把手给签上的话 说明一件事 应验我们的研判 普丁现在急需要一场中东战争 分散他在俄乌战场的压力 这样才能倍多利分 去分散美国对他的压制 现在钢铁洪流已经濒临成下 普丁会落跑吗 但是现在普丁有一个缺 麻烦就是他稀有余力不足 他现在俄乌战场 他现在陷入泥道 他怎么去帮伊朗 这是美国比较放心的 为了各位看这个 这不得了 乌军出动70架 自杀无人机 去攻击四个俄罗斯机场 而且攻击四个俄罗斯机场 各位我一定要给你讲 最可怕的是什么 第一个 普丁的坐机被炸毁了 俄罗斯的末日飞机被炸毁了 这个画面是红外线摄影吗 什么红彤彤的一片 天大地大事情 俄罗斯本土在二战之后 第一次召集到这么猛烈的攻击 现在居然一支最大的流传 普丁逃离克里姆林宫 飞到莫斯科近郊的地下核弹碉堡里面去了 他跑了 跑到地下碉堡 他倒不是怕核弹 他怕无人机 因为乌克兰军队既然已经进逼到 莫斯科人要多远 四百公里 四百公里 那个自杀无人机来炸他 都飞得到的距离 所以现在就谣传 说他进入地下碉堡 真的假的 现在第一个 一个非常火红的影片 一个直升机 从克林姆公司飞起来 大家都说那个直升机 上面载着普丁吗 所有网络上都说 这个直升机带的是普丁 虽然我个人不大相信 但是因为太火红了 他们要飞去哪里 就飞去莫斯科郊外的地下碉堡 那第二个他们会诚实就是 巴勒斯坦的总统访问莫斯科 普丁居然不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他 普丁居然在莫斯科郊外 郊外的他一个官邸去接见他 就代表你人就在莫斯科郊外 你不在莫斯科里面 不然你何必要千里迢迢 跑到莫斯科郊外去接近 就代表说 就证明说普丁 现在跑到郊外去了 好 普丁的郊外是个地堡 是个政治地堡 是个临时的地堡 真正普丁地堡 在靠近西伯利亚的地方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 我告诉你 各位看这个碉堡 哇 防爆门 你看这个门啊 对 它是有一个自然 那个俄斯科 自然气的大亨 是 在阿尔泰共和国内 注意看 这真正地下碉堡 这个就离得比较远了 靠近西伯利亚 哇 你看 它里面跟 这是里面啊 它里面跟小新城镇一样 是 四通八达 而且注意哦 它的发电设施 它的你看 餐馆 它可以进 当初 这个普丁的新妇 不是叛变吗 对 对 叛变是就谣传 普丁带了他的家人 进了这个碉堡 后来莫斯科有否认这件事情 但是虽然否认 这个碉堡才曝光在人家面前 我可以大家讲 这才是真正普丁的末日碉堡 现在问你了 我说这是人类 二战之后最靠近世界大战的一次 我们真的希望 天下平安 人命平安 今天人据带我们来看到 俄乌这个地方急速一翻转 乌军杀红眼 已经濒临城下 距离莫斯科只有280公里 同一个时间 乌军炸掉了 跟普丁同行的末日专机的跑道 就是要让普丁插翅南飞吗 这次看到乌克兰这个军队 真的是闪电进攻到了 这个俄罗斯自己本身 领土里面的库斯科州 那现在乌克兰方面 是宣称他们已经拿下了 十字掌握了74个聚落 那俄罗斯方面是有讲说 没有这么多 大概是在30个上下 但问题是你这不说法 不就是证实了 乌克兰的军队 真的进入到了俄罗斯的本土吗 而且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的现在军队 速度越来越快 导致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看起来没有办法阻挡 他这样的一个攻势 甚至之前还传出讲说 俄罗斯已经开始 轰炸自己的本土 希望阻止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往前进攻 所以现在外界也认为说 普丁很有可能会再次 下达动员的征兵力 要求要增加他军队的人数 好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部队 推移的速度有多快 我刚刚为什么会形容 乌军简直到了杀红眼的地步 两天前我们告诉你 还有600公里 现在濒临城下 距离莫斯科只有280公里了 当然到目前为止 因为外界知道 就是说俄罗斯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把他的重兵的部分 放在乌东四个地方 那你放在乌东四周的时候 就让这个所谓乌克兰军队 他找到了一个破口 因为这个所谓的 库尔斯科的这个地方 他的西边跟西南边 就是旁边就是乌克兰的领土 所以乌克兰从这个地方进去的时候 现在传出来讲说 他们的最前线的部队 距离莫斯科只有280公里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更传出来讲说 靠近莫斯科的一个叫做 奇卡洛夫斯基的空军基地 居然被乌克兰的军队进行袭击 那现在外界是认为说很有可能 是说他们已经到接近 这个机场的位置的时候 派出所谓的无人机 而且相关的讯息说 停放在这个基地里面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专机 还有这个所谓 80的任务指挥机 都被击中了 那现在其实大家在讲说 如果今天乌克兰 真的这个军队不断的往前推进 而且对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 这个首都产生冲击的时候 很有可能普丁会搭乘他的专机离开 所以我如果这时候去攻击你的这个所谓的专机 是不是代表是我告诉你哦 你的后路已经被我切断了 我让你查证南非了 你普丁要走可能也走不掉啊 好这一次我们看到乌军为什么迅雷不及掩耳 原来他有备而来 他跟全世界示范了一个什么叫做闪灵换防树啊 其实你看到像乌克兰啊 还有俄罗斯啊 他们都是属于大陆地形的这个国家嘛 所以他的平原开阔地形其实非常非常多 但我们跟大家看一个画面哦 这个是乌克兰的军队在进行所谓的换班补给 当然他不是走在平原开阔地 可是我现在在讲的时候呢 你会有没有发现到 他们把所有的这个补给的装备啊 人员先把东西往车上丢往车下丢 然后呢人员一个一个下车 接下来你在上车的这一批人其实干嘛你知道 原先驻扎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军队 你知道吗这整个画面的过程当中 也不过20秒出头的这个时间啊 他居然啊就用这个方式完成了 他的换班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这个整个的换班的过程 事实上不是在平原开阔地嘛 那俄罗斯的军队也不是吃素了 所以这中间你知道吗 他们的车辆啊还被啊这个所谓的 其他的这个这个单位啊进行攻击 可是你看啊短短的这样一个换班的时间 你就知道乌克兰的军队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已经不再是被人家认为是一些小国啊 他整个换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 这次我们说是在狗斗机王F16的空忧掩护之下 让乌克兰的钢铁洪流直接开拔 践踏了俄罗斯的土地 如果为真的话 这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了 普丁真的晚上睡不着觉了 居然乌克兰他们要征求更多更多退役的F16飞冠 要组建一支乌克兰版的飞虎队 哇接下来战况会怎么发展呢 如果讲到飞虎队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说我们之前啊台湾这边中华民国这边 也有曾经有过飞虎队的这个存在 当然本身在那个当下飞这个所谓的飞虎队啊 很多飞官啊其实都是来自于国外 那这一次传出来乌克兰说要组建这个飞虎队 其实来自于是啊 他们已经获得了美国的F16战机啊 但是你知道战机的换讯哦 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你每一个飞行员都要拿到合格的操作证之后 你才可以进行换训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你才能够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但目前乌克兰军队虽然已经获得了这个F16 但是他只有20个合格的飞行员而已啊 太少了 那你的人数不够 我飞机再多都没有用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是 他们这个乌克兰飞行员的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 那现在乌克兰也发现到说 我的这个所谓的飞官不够的时候 他们准备跟国际征求啊 退役的F16飞行员哦 他们就说呢 如果你今天退役了 然后会开这个所谓F16的话 我欢迎你到乌克兰这边来 那你这个F16呢 加入之后最少能够使什么 你知道俄罗斯的飞行员知道说 哦你有F16 而且你真的在天上飞了 所以他不敢接近乌克兰的领土 而且呢还可以干嘛 你知道他让他自己换训的这个飞官啊 我尽快再完成更多的训练 让更多自己本土的飞官 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的军队里面 而且你知道吗 当俄罗斯的飞行员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 开着战机飞到乌克兰领空的时候 就代表最少你大型的滑翔炸弹 没有办法投下 没有办法投下的时候 对于地面部队的压力 就会减少非常非常多啊 今天跟大家讨论F16狗斗之王 对普丁来讲最大的噩梦在于 普丁之前画过两条红线 一条红线就是 不准有北约的部队踏进乌克兰 那就是跟我圈战 第二个 你的F16不准支援乌克兰 结果F16已经支援乌克兰了 所以过去有过交战记录吗 为什么这么让莫斯科忌惮呢 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 当时在叙利亚的上空 美军那时候发现到说 有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苏35战机 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美军当时就立刻从叙利亚的空军基地 派出的这个所谓的F16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他们不能算是交战 应该是说呢 他们在空中呢 有非常近距离的这样一个接触 而且你知道吗 它就传出来讲说 当时两架飞机的距离 一度只有610公尺 那610公尺在地面距离上面看起来 其实是有一段 可是你知道在空中 大家飞行的速度都很快 那个610公尺的部分 那就造成他们非常短距离的交界 你想想看 只要稍微动作有一点点偏差 一个眨眼毫秒之间 很有可能两机不是在空中相遇 很有可能就直接相撞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当然知道F16的整体的这个性能 而且你看现在乌克兰讲说 我要组这个飞舞队 你以为飞官这么好找吗 退役的飞官有这么多吗 我告诉你国际上早就已经有 私人的承包商在做这种航空训练了 还真的有 它的人才库军火库在哪里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德拉肯国际公司 它目前就是所谓的全球规模 最大的航空私人承包商 那它的概念是说 其实像我们讲航空私人承包商 都以为是开民航机或者之类的 没有 它们专主则的就是各国的 所谓的战机 那你看哦 它们这个公司拥有150多架的战术飞机 而且还有各国不同的这个机型 它们自己目前本身拥有一大批的 这个所谓的飞行员 这些飞行员有一些是从所谓的 美国的空军退役下来 还有是从其他国家的退役下来之后 进入到这个公司里面 那平常它们在做什么事情你知道 我跟你讲 它不是只有说把飞机摆在那边 然后没事自己飞上去开心一下 没有 它经常跟这个美国你知道吗 它跟国防部合作 担任它美军的假想敌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你想想看 美军的飞行员它最擅长的 一定是飞它自己的 比如说大黄蜂 比如说F-16 或者是F-22 F-35 可是当你要跟其他国家的这个 这个所属的战机来交战的时候 你总是要有这个所谓假想敌 要有实战的一个概念 我跟你讲 这一家德拉肯国际公司就负责这件事 所以它常常要跟F-35跟F-22过招 那它除了是这样 你知道吗 像德拉肯 你说它只有飞行而已 其实也没有 因为美国国防部 有些东西跟我们某政党一样 都很喜欢外包你知道吗 他们外包什么 它居然还提供美国国防部说 你那个武器挂载 如果今天挂在机上面 要进行高居测试的时候 因为你美军实质上不愿意去 就可能为了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考量 这个民间公司 居然就帮它做武器挂载的高居测试 甚至连新的雷达或什么的东西 它全部都由这个公司来承包 那你想想看 乌克兰现在讲说 我需要有大量的 这个所谓的退役的飞行员进来 如果这间公司呢 还有它相关的这些类似的东西 通通都进入到乌克兰里面去的时候 对乌克兰来讲 F-16战机飞行员缺少的问题 就不会是问题了 继续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啊 你的前沿部队已经距离莫斯科280公里 如果F-16组舰的飞虎队也凌空 在俄罗斯本土的上空的话 普丁耶 猫你给他逼到墙角 他会变老虎耶 这个老虎很可怕的是 他如果乖乖的趴在那边可能没事 但现在就怕普丁会咬人你知道吗 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也已经讲说 普丁下令这个所谓的海军 要以核武来瞄准欧洲 那事实上在之前 这个俄乌开战之前 有俄国的这个飞官 据说在简报当中就已经透露讲说 是在他们整个的那个所谓作战计划里面 是把法国跟英国呢 都处在他们的飞官的打击范围里面 甚至你如果从现在来看 虽然讲在地面站的部分 可能在传统的武器上面 俄罗斯看起来出现疲态 但是呢 俄国现在保留他水面舰艇 携带核武的这个能力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了 事实上在之前我们提到 告石超音速飞弹的时候 是讲说他从飞机上面发射 但你现在画面上面传出来 现在据传他在这个海军舰艇上面所发射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 极音速的告石巡异飞弹 那你看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告石巡异飞弹 它的射程大约有在1000公里左右 最重要是它的速度 为什么他讲说叫做极音速你知道 因为它的飞行速度达到极致的时候 会将近以音速的9倍 那音速的9倍 其实像以9马赫来讲 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防御武器 大概3到4马赫 你大概都还可以想办法去拦截它 那你9马赫不是快到 没有办法拦截了 那你没有办法拦截的这个状态之下 对于他要打击的这个被打击方来说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如果他今天真的发射了 这个所谓的极音速告石巡异飞弹 用在海军舰艇上面 很有可能会让欧洲各国 减少它的反应时间 反而让这个俄罗斯 掌握到他们所谓的制空权 中东大战接下来72小时 将是关键中的关键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是 正在发起围棋五天演习的 伊朗革命卫队 他们让全世界看到了 手上极少曝光的护国杀器 这就是他们的急速弹 可以千里奔袭到以色列 预告了空中火流星大秀吗 在此同时 我们看到美国居然将 两艘的航母打击群 还有一艘的核潜舰 统统开往中东 俄罗斯护国神迹苏凯35 也准备支援伊朗 接下来72小时 会发生什么事 对 没错 我们都很关注中东的局势 大家想说 那不是要打了吗 事实上现在伊朗 已经正式给你预告了 伊朗就说 我们已经准备要执行 这个惩戒以色列的行动 然后他就说 我们会对以色列 进行所谓的初期不义 然后大概约莫是 持续三到四千的突袭 然后他就说什么 我要让你紧张 我们现在不跟你说哪一天 是要让你有 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等待我们的攻击 你自己本身就是在恐惧之中 那伊朗就认为说 他们打中所谓的 心理战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 以色列他们 这个在作战的时候 他们比较擅长 用所谓的闪电战术 就快速地把它解决掉 把这个战事解决掉 他现在用拖字绝 希望说能够让这个 以色列能够慢一点点 目前为止来说话 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事 还没有开打 但是呢 目前为止来说话 在以色列周边 特别是在北边的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已经开始发动 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他现在已经开始用 所谓30枚的这个飞弹 开始袭击以色列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以色列北部来说 你看他城市里面 有非常多这个铁熊系统 上去拦截的这个画面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在以色列的北边 目前为止真主党 已经跟以色列 已经起了这个冲突的这个状况了 大哥还没动 小弟先行 真主党我们知道是伊朗 最嫖悍的手下小弟 已经先打了 那我就问 到底伊朗什么时候动手呢 对伊朗是说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要让你等待 让你恐惧好 那伊朗到底做了什么准备呢 这几天的时候 他们的革命卫队呢 在伊朗的西部呢 进行一个月末是 五天左右的这个演习 那演习来说的话 他当然展示一些状况啊 他们就说 我们最晚15号以前 就会开始展开这个袭击 那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就展示了一个叫 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 护国神器 灭国神器 叫霍拉姆萨赫尔4型的这个导弹 那这个导弹来说的话 他主要是 他这个射程可以约莫高达2000公里 2000公里来说的话 如果你从伊朗本土发射来说 要打到以色列不成问题 再加上说军下你知道 他们就说我们可以用所谓的急速战 急速战在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等于是打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 这个火流星这样片般的 扫过你这个以色列的 整个领土的一个状况 这个画面 观众朋友你再看一次 他从空中乌乌压压 这个雨滴般的撒下之后 下面烧成了一片火海 这是俄乌战场最惨酷的 一个攻击方式 对他当然他跟你说 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对付你以色列 那当然他们敢不敢不知道 但是这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就是给以色列一个 心里面的压力嘛 那除了这个 他们有这个所谓恐怖的杀气 这个所谓急速弹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有一个海上的这个战舰 他们这是所谓的 他们新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战舰 你可以看他其实有用 双轮拱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类似我们台湾的 这个驼江舰这样一个情形 他们就说了 这个新型的这个飞弹系统来说 它可以打击700公里以外的这个目标 然后速度达45节 这其实蛮快的哦 还可以起这样所谓的直升机 那这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说了 一旦这个以色列跟这个 以色列跟伊朗开打之后 如果伊朗控制了荷姆之海峡 它可能会让油价出现飙升 所以这或许呢 它可能用这一项武器呢 准备要控制荷姆之海峡 要让油价涨价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也是他们在海面上 作战的一个手法 跟一个神秘的这个武器 这个就牵动了全球的能源命脉 700公里的打击范围 换句话说 没有一方 它打不到的 它就守在这个地方 如果去攻击油轮怎么办 是不是再一次牵动全球的油价 难怪你看看 美国进林肯浩航母之后 现在又多一艘航母打击群 同时也把核潜舰 也派到中东来了 双方一触即发了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 美国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航母嘛 对 林肯浩跟这个 罗斯沃都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他们还有核潜舰都来了 大家现在都看 但美国就说我们把这个核潜舰乔治亚号往中东去部署 那这乔治亚号来说它是核动力嘛 那当然我们都要非常清楚 它是核动力战略级的这个导弹 战略级的这个航空这个所谓潜舰 那潜舰来说的话你看一艘恶害 因为它是恶害二级 恶害二级来说的话 它可以搭载月末336个核弹头 等于是说它发射出去 几乎可以灭国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核三卫一体的 这个最终的打击方案 它都跑到这个地方来 那它意思是什么 当然不可能真的会射核弹 但是它意思来就是说 老大哥把最终的杀器 都拍到这个地方来 你最好不要乱动手 而且它可以发射三叉机 三叉机来说它可以不搭 不搭这个所谓的核导弹来说 攻击射程范围也是非常远的一个状况 可怕的是它的逆中 你根本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 发动死神般的索命骑袭 当然没说 因为它核潜舰在海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一两千公尺一样 你根本侦查不到它 它等于是让你来无影去无踪 让你觉得胆憨 所以美国除了两艘航空母舰 然后一艘这个核潜舰 来到这个地方来之外 美国显然 他们也对中东局势开始默默的注意 而且他们现在也打开非常多的捆龙所 捆龙所打开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过去美国精锐的武器要进到中东 它是非常节制 非常克制的 为什么 它把脚乱了这一锅粥 现在都不管了 只要能够嚇阻伊朗 你不要误判 再新的杀器都往中东送 过去都解封印了吗 对 没错 现在整个以色列跟伊朗战争 如果不要火上加油 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那就是中东最重要的国家 叫沙奥迪阿拉伯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我们到沙奥迪阿拉伯 跟拜登政府其实除了并不是很愉快 有人权的问题 还有之前 这个沙奥迪阿拉伯介入所谓叶门内战 所以他们把很多武器就不给你了 但是因为现在为了要拉拢沙奥迪阿拉伯 拜登政府就说 那我们解除了对沙奥迪阿拉伯一些武器的 攻击性武器的这个所谓禁令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当然是拉拢沙奥迪阿拉伯在美国这一边 所以那除了这样之外来说 大家都在各自拉帮结派 我就说美国在拉拢沙奥迪阿拉伯 那事实上还有谁 俄罗斯目前为止也想介入这一场战争之中 为什么俄罗斯要介入这场战争之中 你看俄罗斯上个礼拜来说 不是他们用这个伊尔76的飞机吗 运输机载了非常多武器到中东去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他有几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留意一下 一个是莫曼斯克BN的电子作战系统 这个号称是俄罗斯最厉害的电子作战系统 他说五千公里之外的范围 我都可以进行所谓的电站干扰 所以我就可以让你F-35 保证让你有去无回 当然这是他们的宣称 他也没有真的跟F-35碰过 那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我认为说大家可以 如果真的这一次有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手上有F-35 美国来了F-22 F-18 这个咆哮者电站机的时候 你突然拉了这一套进来 是在撞胆的吗 对 好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撞胆 实战作用怎么样 我们当然打了就知道 另外还不知道什么 这个伊朗其实不是只有想要 这个所谓电站系统吗 包括说未来可能有所谓苏35 或是萨姆士版 这个其实才是他最要的 为什么 莫斯科这么加速的要去武装德黑兰 因为在俄乌的战场 普丁快要软角了 被乌克兰直接濒临 城下一路破防攻进他的本土 甚至最近听说 已经距离莫斯科600公里而已 对 我们上礼拜不是讲了 但是1941年以来 第一次有人踏入俄罗斯的本土 是外国部队 那就是乌克兰的作战部队 那他现在已经深入到这个库斯科 约莫来30公里左右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其实原本是不到1000名的士兵 但目前为止慢慢陆陆续续增加 所以对俄罗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可以讲乌克兰目前为止 有公布非常多照片 我们慢慢的前往库斯科去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往库斯科去 当然对俄罗斯形成压力 我们有什么症状形容说 他们真的压力很大 第一个你看 他居然用武器轰炸 他们自己加本土 也就是说因为你已经进了我们家 我只好我打不过地面阵 打不过你 我用这个轰炸的这个状况 他沿着这个乌克兰军队 提这个所谓前进的这个路线 他开始丢职所谓滑翔炸弹 甚至还有所谓真空弹 真空弹是什么呢 真空弹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 他武器 他就冲 打下去的时候 他周边是抽为真空 所以他的攻击武器 攻击力是非常厉害 人家就说他其实 类似这种小型核母 小型这个核子武器 他都用这样 因为你只要他周边的话 你几乎人就会被他蒸发掉的一个状况 今天看到的都是人间杀器等级 刚刚伊朗的集数弹 现在俄罗斯的真空弹 你要知道 他丢下去是自己的本土 但我为了截断乌军 追击进攻的路线 我不惜损挤 我也要炸掉自己的土地 所以你就可见普丁 他自己心里就夺急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乌克兰来说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目前为止就用什么海马式 这是俄罗斯的这个重队 他们在库斯科地区被人家攻击 那人家就说 可能是海马式火箭弹 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状况 夜袭库斯科 所以来说 现在目前为止在前线 真的是压力 对俄罗斯压力非常大 尤其是 为什么他们这次要打库斯科呢 因为库斯科那边有一个城市 叫苏甲镇 苏甲镇呢 他是当这个所谓欧洲 从俄罗斯输往欧洲 非常重要天然气油管 一个非常重要控制战 就被想要 已经被他们打下来 这个画面是 哇这个象征意味极浓 对你看他们故意 他们就故意弄这个照片出来 那拿的是乌克兰的国旗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已经在苏甲天然气 这个运输战的门口 我们把它占领出了 好那这个 对俄罗斯来说 相当相当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等于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天然气战 另外他们继续往北打的时候 就想知道 他们准备要占领在当地 最大的核电厂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说 他已经慢慢的 越来越不能够输了 好那你说 为什么乌克兰这次打仗 能够那么顺利呢 当然后面有非常多了 包括美国给他开绿灯 各式各样武器都可以来了 另外就是美国 有投入非常多 新的这个武器的实战 包括说大家都说 这个机器狗 你看这个机器狗 到底真的还假 你看这是真的在 乌克兰战场上面出现 他是怎么样的 他可以伪装 然后就变成战场的兼兵 他可以再大战 然后他也可以包括说像 他也可以去侦查 各式各样的这个 作战功能在这里面 他当然让前线你要推进的时候 他当然有更有这个 更有所谓的武器 能够往前推进 那另外包括说像 还有机器狗 机器狗来说的话 帮助乌克兰什么 扫除地雷 然后这个包括说 可以背破急炮 可以攻击所谓的 可以背这个急速炸弹等等 还可以发射等等的 这个状况 然后可以负重154公斤 所以这等于是说 有非常多的机器狗 新的无人机 还有新型的武器 都投入这一次 俄乌战争中间的 乌克兰这一边 所以你看要战争在美国 还有欧洲开绿灯之下 你看目前的战事 乌克兰慢慢慢慢 取得一点可以回击的局面 怎么就在这个星期之内 发生了这么惊天动地的扭转 如果普丁他愿意说 心里一定有这个潜台词 不怕省一般的对手 怕猪一般的队友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实际上真的是 俄罗斯最怕猪队友 为什么呢 你看这是个俄罗斯的记者 他原本要宣扬国威 他说什么 你看我们在俄乌 这个前线战场上面来说 你看我们有这个增援部队 然后你看后面 你看他还展示说 有坦克车 然后透过这个火车来运输 我们大俄罗斯我们往前线 我一定没有问题的 可是俄罗斯你知道吗 他就因为 你看美国也在看你的报道 好 你有这个 好 OK 我就知道你在部队在哪里 就没想到没多久之后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部队就被团灭了 就是说你要迟远好吧 你要迟远 我都知道你在哪里 我就把你干掉 一个小时而已 对 所以你知道 哇 好快 这是猪队友 你揭露你本身的这个目标 人家当然就毫不客气 就把你打掉 这就是猪队友 好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不只前线告急 还有猪队友在那边扯后腿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哲伦斯基的判断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这一次的时候 要发动所谓 突击库斯科这个作战呢 简单来说 因为他现在有这个时间的压力 我不知道其实美国总统大选呢 在今年的这个结束之后呢 现在有可能川普会上任了 那川普上任他说什么 他说我上任之后 我24小时就要赶快让这个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来说当然就要谈判 谈判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各自有多少筹码嘛 那有多少筹码来说 现在哲伦斯基就想办法要在 假设是川普上任之前 我要拿到越多的筹码 占领越多的土地 让你这个普丁坐下来谈 这或许是他的盘算 所以来说嘛 目前为止来说 中东局势其实跟乌克兰局势 两个是牵连在一起的 两个是牵运法而动权生的一个局面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客继续为大家